晚上11点13分 某个同学在这里写作业 我今天准备熬一把所有作业写完 你写得完吗 写得完 这个小孩玩了4天都没有写作业 本来是准备明天一天的时间来写了所有的作业 但是呢现在有偷发的状况 四四妈妈约我们明天出去玩 我本来不想去的 因为我说她的作业一笔没动嘛 但是她非要去 所以呢今天晚上她必须把所有的作业赶完 我才让她去 已经写完了一张数学卷子和一张物理卷子 数字还是蛮快的啊 现在还在写数学作业哦 嗯数学作业一张卷子加一个这个 英语作业还是相当于一个小试卷 然后再加一个课室 感觉你们五一的作业好少啊 就这一点点 我就有一些没写 还有一些都在学校上面写了一点了 最烦的就是这个 同学作文 什么作文 其中那个考试作文 什么主题的 就是那个整理啊 哦 作文要写 半个小时写完了呀 我知道啊 但是不想写 每次写都会烦死了 现在就由今天一点钟之前写完啊 写完 写完 两天钟练 好吧我开始祭祀 哇好惨啊 要喷门啊 熬夜 嗯 我睡不着啊 你看那么亮的灯 我怎么睡得着 算了我就等你吧 加快速度写 我不写 好吧我们两个干灯眼到天亮啊 又玩手机 啊 AI作文 你你你你 饿不饿 饿 那我下去拿点吃的好不好 嗯吃新疆草米粉 看我拿了一杯吃的 你的新疆草米粉来了 你真够做的呀 对呀对你好吧 对我个真好满满 作文写多少 那快了啊 嗯吃完赶紧写完 嗯好吃 它这个粉呢 那个年糕都是空心的哦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空心的 这种细粉 好辣 我刚刚尝一点 但是好吃 吃完继续干作业 一点三十七 终于把所有作业写完了 赶紧去洗澡睡觉了 很晚了 明天还出去玩呢 感觉都有点晕乎了 嗯 嗯 嗯